好了 大家能听到吧 很高兴今天 有机会 跟大家来交流一下 过去一段时间内 学习到一些新冠的知识 还有从药学角度来看 如何更有效的 来治疗新冠的这方面的想法 OK 我本人是 03年来美国 然后一直 从事这个药学 生物学的研发工作 现在在 中国创业 做Newland Bioscience的CEO 然后我们公司主要是做 通过 通过 通过外媒体平台 来开发一些抗感染 抗真菌和 抗病毒的一些药物 今天我们大概 分三部分讲一下 这个内容吧 第一部分就是 新冠病毒的感染和预防 然后 COVID-19 它的这个病理的过程 还有如何用药物去干预这些病理的过程 这个简短一点 我们就往下走 好 刚才 泽宇也介绍了很清楚 这个冠状病毒 之前我们 已经经历过两次 这个疫情 包括SARS 还有MERS 但这个 疫情的规模和 这个 都没有 今年 出现的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这么强 中间的宿主 我们还不太清楚 但现在这个 全球已经有 三百多万人 感染 所以现在 如何找到有效的防控 措施 然后治疗的措施 是非常关键的 好 我觉得这个 从我们药学角度来说 大医治胃病 就是最好的药 就是你的免疫系统 如何保证 你的免疫系统 能够 在这样的一个 疫情的情况下 能够把它 调到最好的一个状态 来应对 这样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在冬春天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 你这个 环境的 这个 温暖和 湿润 这个 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以保持 你肺部 这个 epicillus cell 然后分泌足够的 这种 粘液 然后这样 这些粘液 会 维持 形成一个 护尘盒 或者是一个 隔离层 让这些病毒 或者是 感染源 都不能接触到 下面的 这个细胞 这样 你就不容易 不容易 得病了 当然 如果在 干燥 寒冷的 这个环境下 尤其 比如说 在冬天的时候 你的这个 保护层 是比较 薄弱的 那这样的时候 实际上 就很容易 患各种的 这种 呼吸道的 病毒 或者细菌的 感染者 这种情况 通过 还有一些 这个 维生素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 这个 饮食 也可以来 帮助你 能够 维持更好的 一个肺部功能 这包括 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是 可能是 维生素D的摄入 其次呢 可能最近 有一篇文章 是发表出来 也在笑 是说 这个 生酮饮食 比如说 高脂肪 高蛋白 说白 就是红烧肉吧 就类似 这样的食品 实际上 对肺部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肺部的 这个 细胞 它是需要 分泌大量的 这种 就是表面活性剂 来维持 它这个 正常的活动 其他的 还有 比如说 维生素C 还有胡萝卜素 对这个肺部健康 都非常重要 所以 平时 大家可以 加强一些 这方面营养的 一些 这个 调控 我现在 我觉得 另一个最好的防控 就是 戴口罩 然后 口罩 现在数量 可能 很有限 这个 斯坦福的学者 也做了研究 是发现 这个口罩 是可以 重复使用的 你只需要 把它 放在 这个烤箱里头 调到 这个 70摄氏度左右 然后 烤30分钟 到一个小时左右 一般来说 这个上面的 所有病原体 都会被消除掉 而且 这个口罩的 这种过滤性能 并不会受到 很强的影响 其他的 方法 还包括 比如说 UV 来照射 但不一定 所有的家 里面人都会 有这个UV 那我个人呢 我一般就是 在车里面 挂一个口罩 然后这样 那个外面 冲着太阳那方面 所以 一般的时候 通过太阳光 有限的那些 紫外线 可能还是 有一些杀面作用 给大家一个敬意 还有 更聪明的人 可能他 没有烤箱的话 可以用 14个口罩 比如说 第一天 用第一个 然后第14天 用第14个 然后 第15天的时候 再回来用第一个 因为一般的 病毒 或者 这个细菌 都没有办法 在任何 口罩的 这个表面 存活 超过14天 这我觉得 也是很好的 一个方法 OK 然后 这个病毒 它主要侵染 的是 肺部的 一个 Evalo Error Type 2 的cell 这里给大家一个 Vasualization 看一下这个病毒 是什么样子的 OK 下一张是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 这个病毒感染 人体细胞 实际上 在开始的时候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 病毒 它必须要找到 它这个 特异性结合的 这个受体 但病毒的颗粒 又很小 它怎么能 在这个 人海茫茫中 找到这个受体呢 一般来说 我觉得 首先病毒 得找一个 落脚点 有很多研究 发现是 很多不同的 病毒呢 都是通过 一种 多糖物质 叫做 Hyperine sulfate 很多蛋白表面 都会有这种 糖蛋白的 糖基化的这种现象 病毒通过 根据这些糖基结合之后 它就能够 在细胞表面 停留足够长的时间 那这样 它就有机会 进一步运动到 掌管它受体结合的 这一部分 然后最终 成功地感染一个细胞 所以 第一道防御呢 我觉得 首先是 如何 我们如何能够 阻断这个病毒 跟糖蛋白的 之间的结合 这里 也提到 有一家公司 在加州的 他们 他们设计的一个 叫做 脱液酸酶 这个酶 然后通过 这个 这个物化的方式 向患者 呼吸进去 好像这个 临床是在中国 做的 然后也取得了 不错的 这个临床效果 就是说 你如果把 糖蛋白外面的 Cylic Acid 这个 水解掉的话 实际上是能够 减少病毒 跟这个 细胞 接触的机会 然后减少 这个 病毒的 这种感染 这我觉得是 在现在的 这些抗病毒的 手段之上 应替吸进的 一个方法 但这个 我们普通人 有什么办法 能够利用 这一点 我通过查文献 找到了一篇文章 很有意思 这是 11年 用SARS 做的一篇文章 他发现 铁乳蛋白 实际上是 非常好的 一个竞争者 他可以 整个把 这个糖蛋白 保护住 这样病毒 就没有落脚点 然后这样能够 大幅度降低 这个病毒 对这个 受体的 这个 结合效率 这个 我觉得这个研究 可能有点被 undervalue 这很重要 因为 在初期的时候 病毒 首先落脚的 都是这个 口腔 这个鼻腔 这些地方 当然你不可能 拿鼻腔去 不可能拿 铁乳蛋白 这类的 去换洗鼻腔 但至少你可以 通过 喝牛奶 把这个 口腔 和食道 上面的 咽喉部分 这些 不可以感染的 部位 都能够 用体乳蛋白 保护一下 体乳蛋白 来说 在牛奶里 一般的牛奶 也就有 但是 在牛出乳 人出乳的 这个含量 是比较多的 也有 这个 就是单独 在Amazon 有卖这种 supplement 这个也是可以 含腹 这样可以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而且这篇文章也指出 实际上在细胞里 如果使用干素的话 也是可以 这是干素 OK sorry 使用干素 也是可以 对病毒 有一定的 这种 防护作用 因为 游离的干素 是可以直接 跟病毒 表面的 很多 这个 电荷 来结合 然后使它 失去 这个感染力 在我们没有 这个特异性的 抗体的时候 干素 比如在 早期 治疗 这个 艾滋病毒的时候 干素实际上是被作为一个有效的一个方法 来给予病人使用 然后降低这个病毒的这个 泰特 所以在 现在这个临床中呢 我觉得干素 它不光是一个抗凝剂 它本身呢 尤其是高分子量干素 它本身也有一定的 这个中和病毒的能力 而你 如果用这个干素 没把它降解掉以后 它这个能力就消失了 当然这个研究是做的是 针对 SARS病毒 不是那个 新冠病毒 应该说 针对这个新冠 我们再 进一步的研究这一点 这个图片 就是讲这个新冠病毒 它是如何 借助这个表面的 这个受体 和表面蛋白酶 来进入到这个细胞里 刚才这个 泽宇已经 在这方面 这个讲 讲了一些内容 我不多赘述 但这个提出 一个重点 就是说 这里面 有一个Timpers2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辅助 新冠病毒 进入细胞的蛋白酶 一般来说 如果 这个Timpers2 和DCE2 共表达在一个细胞上的时候 这个病毒的感染能力 会大幅度增强 几十倍 上百倍增强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细胞就被 病毒选择 最 最喜欢 这个 进攻的一些细胞 而且 在这些细胞里面 普通的 我们认为 在其他细胞系里面 有效的药物 比如说 氯葵 腔氯葵 这样的药物 在这些细胞里面 对病毒的 解抗能力是非常弱的 之后有一些研究 来支持我的这一点 这也是我们当初在 二月份的时候 就 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 Timpers 2 接到的 这个 核酸的注入 它是不通过 这个弱媒体 这个过程 它直接在 这个 细胞外 细胞膜的 这个表面上 就可以 把核酸 直接注射进 细胞里 这样就绕过了 弱媒体 所以 绕过了 氯葵和腔氯葵 起作用的 这一个步骤 所以我们 觉得当时 这两个药 在临床上 它的 这个疗效会 大打折扣 而 其他有一个药 就是 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排团药 叫做 秀吉星 它的体内 显示出 比较好的 抗Timpers 2 酶的 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药 实际上我们 认为 这个是值得 国家考虑 作为一个 一线药物 来 抗击 这个新冠 而且这个药 本身呢 有很多其他的 对呼吸系统 非常好的一些 药力作用 待会我也会介绍到 右边这个图呢 大概介绍 是这个 SARS-CoV-2的 这个S蛋白的 一个结构 S蛋白是跟 那个 ACE2结合的 最重要的一个蛋白 也是 也是为什么 这个冠状病毒 叫做冠状病毒 因为S蛋白太多了 它在外面 点缀这个病毒 就像是一个 皇冠一样 S蛋白需要 需要一个蛋白 把它切成两半 应该是说 病毒利用了 这个 S蛋白水解 过程中 释放出来的能量 用这个能量来敲开 这个细胞膜 细胞膜 你别看它那么薄 但实际上 它这个膜 是非常坚韧的 你是 外面的这个物质 进到细胞里面 是需要花费 很大的能量的 而且即使进到 这个细胞里面 它如果不能 突破融媒体的话 那它往往 就会被这个 消化掉 所以 这个 要突破这个层 它是需要能量的 这个能量储存在哪里 应该是就储存在 这个S蛋白里 那我们 可以打个比方 这个S蛋白 可能就像是 这个 破壁用的这种 C4的炸弹 这个 它里面储存的能量 但引爆这个炸弹 就是需要有 Timpers 2 或者 最近发现的Furon 这样的蛋白 才能做到 所以 病毒 有这个选择的话 一定会希望 打下Timpers 2 Positive Cell 所以我们 很多研究 针对 Timpers 2 到底在细胞 人体哪里 表达的比较多 还有Ace2 之前也是研究的 比较多的一个 坦白 这个发现 可能Ace2 在 人的鼻腔 口腔 拖液线里 呼吸道 下面的 二型 分泌细胞 Type 2 Aveolar Cell 里面 表达很高 而且在肠道等等 也表达很高 然后Timpers 2 它实际上在 鼻腔 拖液线 在这个 Type 2 细胞里面 都表达很高 所以 这个 新冠病毒 实际上 是很有可能 首先感染 这个 拖液线 和这个 鼻腔里面的细胞 然后 调整机会 然后在 生产出足够多的 这个病毒颗粒之后 再 逐渐移动到 这个 你的这个 下呼吸道 然后感染你的肺部 所以在 前 感染前的 大概五天左右 就是感染后的 大概五天左右 这个患者 很多时候 是没有症状的 因为在 这个鼻腔和口腔里 这个不是一个 最关键的 这个部位 甚至可能免疫反应 都很少 有的人可能 这个免疫力 比较强的 在这个阶段 他就 完全阻断了 这个病毒 他没有 没有能够 这病毒没有能够 移动到 这个下呼吸道 这些病人 就成了我们所说的 这个 无症状感染者 如果 如果他成功的 移动到了 这个肺部 而且又从肺部突破 进入了 这个血管以后 我们也会发现 这个血管上面 这个ACE2的表达 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 他会让你这个血管 变得这个 千疮百孔 然后最终很多病人 我们认为是死于 这个血管的疾病 导致的凝血 这是一篇最近的 这个单细胞测序的文章 就是发现 这个Tempest 2 在鼻腔和这个 Pulmonary Type 2 cell里面是 跟ACE2高度的重合 共表达 所以这也支持了 我们之前的这种想法 就是 实际上这个病毒 它是非常愿意 侵染鼻腔和这个 Naviolar Type 2细胞的 但这篇文章 一个缺陷就是 它实际上没有研究 这个唾液线 实际上最近呢 通过很多的 这个测序的研究 发现唾液 比这个鼻咽氏子 可能病毒含量更高 它减出的这种 假阴性比例更低 就是实际上唾液呢 就是更适合作为 新冠诊断的一个途径 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了 很可能病毒呢 是存留在唾液线里面 通过唾液分泌出来 然后通过人打喷嚏 咳嗽或者甚至说话时候 迸出的这些 脱部星子进行传播的 这个slide就是 我引用了14年Lukas 研究这个休己心 对Tempest 2 抑制的一个 媒活性的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bromhexin 就叫休己心 这个药对Tempest 2的抑制 是非常强烈的 而且这种抑制 它的这个活性 是非常专一的 在煤血实验中 能看到大概0.75 micromolar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实际上在细胞里面 我们还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Tempest 2 它是一个跨膜的蛋白酶 休己心 它的脂容性又很强 所以它在这个 细胞膜和这个 酶的这个活性中心 之间 它的分配的比例 是可能 可能要低于我们 这个想象 就是说 在细胞的层面中 这个休己心的 这个IC50 可能是大幅度低于 这个 大幅度低于 它在煤血实验中 直接接触 酶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样也对这个 药物的这个制剂 或者改造 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些障碍 是有可能通过 药物制剂来解决的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休己心 它也算是一个生物件 它同时含有这个 两个可以质子化的 这个蛋原子 那这样的情况下 它实际上是和 氯葵的作用是一样的 因为氯葵呢 它抑制这个 酶的作用 就是通过 中和这个 溶酶体力的PH 它怎么中和呢 就是通过它 分子上的 这几个蛋原子 来中和的 所以我们推测 氯葵和休己心 在体外 就是没有 Timpers2的情况下 都会起作用 可能氯葵的脂容性 更强一点 它对比休己心的 这个 这个效价 可能会高一点 但 氯葵的毒性高 休己心毒性非常低 所以实际上 大剂量的 这个 休己心的话 可能它的这个疗效 会等同于氯葵 下一页 就这个 这个方面我们 那么我们还有杨勇老师 我们一起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写中文的 这个宗述文章 已经发表在中国的 这个药学杂志上 那大致总结了一下 这个 去痰药 休己心的整个的 这个药理作用 还有它 在身体中可能产生的 有益于抗击新冠的 一些生理作用 它 这个药呢 可以防止 痰液聚集 因为很多病人 它实际上最终是死于 这个痰液聚集 传不上气来 整个这个肺部 被这个痰液包裹 而没有办法 能够把这个痰排出来 那另一方面 它能够促进肺部 产生更多的 这个表面活性剂 抗减多态 然后把这些 把这些物质释放出去 这样对抗击病毒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下面说一下 被我们 川普总统 这个 寄予厚望的 这样 滤魁和枪滤魁的 一个作用 实际上我们认为 它在 肺部感染 或者是 鼻腔感染等等 这些 部位是 无效的 最近 MIT的一项研究 也正支持了 我们这个 假设 大家可以看到 左面的这个 左上的这个里面 这是用了一个 HU7的细胞 这是一个 内皮细胞 内皮上皮细胞 那这个细胞 它含有的 那个Timpers 2 应该是比较少的 在这种细胞里头 绿科也是有 比较强的 抗病毒作用 这也是我们 国内研究者 也多次重复的 至少两个组 多重复的 这样的研究 但是呢 在 在这个 我们 如果把这个 肺上皮细胞 通过一种 叫Organ chip的 这种 培养 特殊培养设备 能够培养起来的话 那它可以表达 高 就是高表达 这个Timpers 2 这种情况下 你再往上面 加这个绿魁的时候 而它的这个 Viral entry 是不会受到影响 它跟control组 是几乎是相同的 所以这一点呢 就证实了 绿魁和枪绿魁 首先呢 它不是一个 很好的治疗药物 第二呢 它不能够预防 就是 在你这个病毒 首先 氢染肺部的时候 你里面 即使有氯魁 有大 高含 高剂量的枪氯魁 它也没有办法 阻断这个病毒的 entry 这是 这是因为 细胞系选择的不同 导致了完全不同的 这种结果 大家也知道 这个氯魁的毒性 是非常高的 我们一直 比较反对 高剂量的使用氯魁 而且 这个药本身在中国 就应该是绝技了 因为负责人太大 但现在呢 这个因为服药 我们在 我们看到报道 在巴西呢 这个一项研究中 实验 临床实验 刚开始 三四天吧 大概就有11个人 死于这个氯魁的毒性 所以这个临床实验 也被叫停了 这个 因为我在诺华呢 也是做这个心脏毒理 这个 我之前做 离死通道行为 所以可以谈一下 这个氯魁的毒性 从何而来 也可以评价一下 这个氯魁加上 这个阿奇梅素 这样一个更 更加糟糕的 组合的 这个问题所在 氯魁首先呢 它抑制心脏的 这个HERG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心脏毒性来源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HERG是很重要的 一个腹极化的 一个假通道 在心脏收缩 最关键的时候 那边氯魁如果 一直HERG的时候 会导致这个 开通道 再次被激活 然后导致整个 这个 新式的 这个 这个 新的市场 到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 右上方 这里是一个 Ventricular Cell 它正常的Action Potential 如果 如果QT 它这个 这个QT的间隔 从这儿到这儿的 这个QT的间隔 如果拉长的话 盖通道 它不能够被 有效的失活 就会产生 一系列的这种 刺激风 刺激的盖通道的风 这个最终会引起 我们叫 Tosat de Pan 这个就是一种 Liso的这种 心理市场 很多人 在这个阶段 他可能只有 一两分钟的 就职时间 然后如果 如果没有 就职过来 这个人就完蛋了 所以在 制药领域来说 这是非常非常 严重的 这个 副反应 如果一个药 有了这样的 这个副反应 它马上就 它临床实验 就会被停止 所以我们在 中华的时候 非常重视 这个避免 一个药物 有这个Herg的 这个liability 但绿葵 因为是过去 上市的药物 所以在那时候 心脏毒力 并不是考量的 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 这个药 还在市场上 但 后来呢 实际上 有了枪绿葵 枪绿葵的毒性 就比绿葵 要小得多 所以现在在美国 还大 大规模的使用 除了这个 Herg 的liability 绿葵和枪绿葵 还会议制 Cur2 这是另一个 假通道 它可以 设置整个 心脏和其他 可激活细胞的 磨电位 另外 还有我们谈到 这个 川普共同 很抗衡的 这个阿奇梅素 和枪绿葵的组合 这个组合 实际上也是 非常糟糕的 因为阿奇梅素 可以增强 这个 纳通道 Late sodium 的current 那这样的话 就是纳通道 它没有办法 有效地关闭 那同时也会导致 这个 QT prolongation 它跟这个 枪绿葵的 Herg inhibition的作用 就是有加成作用 甚至有协同作用 这样 这两个药加起来 那 只要计量够 那基本都是 非常非常危险 人 心脏 不太好的 可能就会猝死 所以不推荐家里 使用这两个药 有何用 这一定要在 医院里 有心电 艰苦的情况下 使用 OK 然后这些 之后的 我们大概列了一个 比较全面的 这个药力 这个抑制 各个阶段 不同病毒 侵染 酶的 这个 一个总图 大概说一下 就是比如说 hyperine 和antibody 可以在早期 neutralize 这个 SARS SARS COV-2 然后在 在病毒 传膜的过程中 比如说有 Kamostad Naphamostad 这两个都是 日本的药 还有一个 Bromhexin 这个在美国 没批准 但在 中日 O都有 常见的 一个OTC 药物 可以依着 Timpers-2 其他 还有可能 存在 Furon 和蛋白酶的作用 还有一个 Factor-XA 这个都没有 正式 但这几个 八点 都是可能 有药的 如果没有 Timpers-2 和其他 蛋白酶的 情况下 它就会通过 正常的 ACE-2 内吞的情况 这时候可以用 这个 氯葵 有腔氯葵 来移植 那进到细胞里之后 没有办法 只有用 这个 Ramondiswell 和 Fapilavi 来移植 其他的 还有 这个 用 派生丁 和 Disulfurum 这两个药 来移植 整个 这个 病毒的 这个 N-Protease 我现在这个 时间可能 有点久 30分钟 我非常快地 过一下 最后几个 Size 病人 这个 在病毒 感染之后 他的病理 情况 很重要的一点 是 他的 D-Diamond 升高 就是他的 凝血能力 凝血 机制 有异常 这个 血液 处于高凝的 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 一直建议 这个 患者 在早期 就使用一些 口服抗凝剂 来预防 这种情况 发生 在中后期 必须要上 这个甘素 来进行预防 然后在 尸检的过程中 也发现 类似的 一些情况 他 首先 病人 没有办法 呼吸 他 肺部 充满了 蛋白质 和DAA 组成了一种 碳透明膜 这样 就像 用一层 保鲜膜 把你的 肺泡 整个包裹起来 这样你根本 没有办法 呼吸 这个 高流氧 只会让 这个情况 更糟糕 然后 基本上 上了呼吸 基本上 就很难下来了 如果没有 打击量 抗凝剂 的情况下 这个是很危险的 另外还有很多 免疫细胞 在infiltrate 这个肺泡 同时发现 肺泡的血管 有很多 很多的 这种 微血栓 如果血管 堵了 那 基本上 怎么通气 它这个氧气 也不会输送到 其他部位 然后 什么导致的血凝呢 我们认为 这个neutral 肺泡 长发短数 neutral肺泡 刚才 陈博生 也讲到 是很重要的 一个player 而且在肺部中 也发现了很多的 这个neutral cell infiltration 那neutral cell 有一个特异功能 它是可以像 蜘蛛人一样的 放出一个 一个网子来 它能够把 自己的 这个核DNA 和黑色桶 吐出来 然后来 这个粘住 整个粘住 这个病原体 同时呢 它会 这个黑色桶 和DNA 它是一种 强力的 致命性 它会导致 这个 几股血栓 这样就好像 对某一个 感染部位 实行封城一样 把整个 这个血液流通 给它阻断住 但这个 如果 阻塞 面积过大 或者阻塞到 关键的动脉上 这个病人 就会 就会 发生 很严重的 浮反应 这个 neutral cell 跟那个 淋巴细胞的 比例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预测 病人 转微的 一个指标 这在多项 研究中 都已经 被证实了 这是一个 会训研究 同时 neutral cell 它的 它这个 这个 我们叫它 netosis 是什么 发生的 左边是 它大概的 一个机制图 基本上就是说 它如何 把自己的 这个 这个DNA 通过 netosis的过程 来吐出去 这个吐出去之后呢 它会 在肺泡里面 形成一个 一个很强力的 这个蛋白膜 然后同时 在血液中 这个导致血小板凝结 然后整个血管 被冻住 这就是我们 我们认为 在新冠病人 发生的事情 然后这里 有些药物 可以预防 这个包括 刚才提到的 这个 潘生丁 上皮达默 肥生素C 是非常强力的 抑制 netosis的一个 质剂 所以 只要在 关键时候 给病人注射 大剂量的 卑生素C 这个病人 几乎是 马上就会 得到缓解 其他还有 这个一些 黄铜类的化合物 包括这个 卢丁 等等 其他 这个 甚至中药里面的 这个黄铜类化合物 都会对 netosis有 很好的抑制作用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 就是这个 Disopher Disopher 这是一个 戒酒药 就是 双流伦 叫做双流伦 它 也可以移植 netosis 但这只有一篇文章 在临床上 用的更多的 可能是这个 Heparin Heparin 可以直接 结合在 释放出的 这些 DNA上 然后 不让他们 跟这个 学校版有接触 这样就能够 最大限度的 降低 这个 Netosis 导致的 血淋 然后 因为 因为这个 淋血 所以 医生都发现了 非常多的 症状 在孩子 或者 患者中 可能 经常会看到 这个 脚趾 或者是 脚后跟 有这种紫色的 这种淤血 这种情况 很像 冻伤 冻伤的情况 这实际上就是因为 血淋 微血管 堵塞 导致的 在肺部CT中 也可以看到 肺部血管 堵塞 在尸检中 也可以看到 心脏中 也有大量的 这种 证据 证实 它这个 有 极其广泛的 这种微血管 堵塞的情况 比心肌 梗塞的患者 他的 血淋 指标 能够高 十倍以上 很多年轻患者 还有 中风的表现 最近 一篇文章 也发现 直接的 这种 netosis 的证据 就是 发现血液 有中型 力细胞 释放出来的 这个DNA 行 这基本上 就是 我想讲的 最后给大家 一些建议 如果是 居家疗法的话 最重要 用休息心 双臂打破 这是 抗 排痰剂 和抗凝血剂 其他一些中药 也可以用 还有 注意补充 维生素C 和维生素D 如果到医院的话 可能美国 最多用的 可能是 维德西韦 强女魁 木树痰 低分子 甘素等 这些就 听医生的 其他 我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 先解答一下 好了 看看这里 看看这里面的问题 后面的 我们在网上 也收集过问题 我现在跟你说一下子 在群里面 瑞德西韦 对COVID-19 感染病人的 治疗效果 究竟如何 瑞德西韦 是有效药 但瑞德西韦 没有办法解决 激发的凝血问题 我认为 这个转危重症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凝血 D-dimer高的病人 基本上都活不下来 你可以看到 草医生做的 D-dimer 高到天际的病人 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所以瑞德西韦 是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问题的 如果不用干素 这些病人必死无疑 就这么简单 所以 这归根解体 是要综合治疗 就是说 瑞德西韦 对 瑞德西韦 只是抗病毒药 但是还有很多的 抗病毒药 到后期的话 病毒导致的 各个器官的 整个凝血 你这是没有办法治的 这怎么治呢 一个病毒药 怎么去解决 凝血问题呢 对不对 这个血管 已经被这个 病毒钻的 千尝百孔了 到处都是 醋凝血的DNA 到处都是Histone 整个这就是 一个碗粒堆一样的 所以 那些患者 这个血小板 都会很低 所以这个抗病 到后期 就非常难做 这个我们叫它DIC 就是你 实际上血小板 低的话 是在其他脏器 会有出血 就是你在器官里头 主要脏器 全部都是凝血 但是在其他脏器 你可能是 蹊跷流血 这种情况 你同时要输血小板 还要进行 这个抗性操作 这个对后期的 这个临床 就非常困难 所以一定要在早期呢 就预防 这个anitosis的发生 一定要把这个 neutral file的 这个activation 抑制下来 所以瑞德西韦 我理解是 早期应用 可能会效果 对 它早期你把它 防止住 你这样就好 但瑞德西韦 一个很重要的缺陷 是它是一个注射剂 所以这个药呢 如果你不能把它 改成口服 或者是一个吸入剂的话 那你只能到医院去用 那一百多万人 怎么都到医院 去用这个药呢 这个药 是输液 是输液剂 还不是注射剂 它是输液剂 那你躺在那 三个小时 你这个床位 怎么解决 而且现在是 轻度的 一般都不建议去医院 在家里 对啊 实际上它应该 给所有轻度的人 用这个药 这样他们不至于 这个发展到重度 不至于 占你临床的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 给这些患者 给它注射用的 瑞德西韦 让它用这个 Nubalizer 就是那个喷雾 污化器 把它吸到肺部里 同时这个口鼻 口鼻部分的这些病毒 也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方法来杀免一些 这比这个瑞德西韦 注射更好 因为瑞德西韦 它的这个扮射期 非常的短 只有39分钟 基本上39分钟 你进去以后 这个药就少一半 所以它接触病毒的时间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你通过这个 吸入疗法的话 它首先 不会被很多的组织吸附住 然后它能够直达换处 然后解决肺部的问题 刚才谁提到了说 他们现在这个药厂 在研发这个吸入性的 这个用法 应该是做这个 因为Nubalizer是很便宜的 20块钱我都买了一个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注射液 送进去 然后它实际上就是用那个 那个超声的这种方法 就像你家里用的那个 加速器一样的 一样的这个作用 肠道中的ACE2的表达也不低的 是的 然后很多这个肠阳患者 最终都是这些病毒 在肠道中储存 因为首先肠道中 它这个免疫 是大量的被压制的 这个病毒实际上在里面 是比较容易存活的 这个是的确可能最后 病毒存在就长到 然后粪便的这个病毒 往往是最后一个小时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用这个休息心药 这些的药物是有效的 吃阿斯皮林可以抑制凝血 甚至阿斯皮林都是有作用的 对的 这个西安上海医院 有静脉注射大几量 维生素C有赶上症状的记忆 是的 这是我认为是通过 维生素C抑制这个 Neutral file里面的 这个呼吸爆发 就是NADPH 接到的这个 这个Respiratory Burst 产生大量的活性痒 然后下一步呢 才产生Naitosis 维生素C可以 可以最大程度的 抑制这个病例过程 然后抑制Naitosis的发生 所以这个机制 实际上跟维生素C抗 败血病 不去水手 常有败血病 这个机理是一样的 败血病实际上 也是一个感染疾病 就是因为维生素C太少了 维德西韦在动物实验中 只具有预防保护作用 或者感染早期有效 维德西韦在各个期都有效 但在后期呢 这个病毒感染 它这个病毒降 病毒载量 这个应该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后期 它的更多的是 免疫的一些激活 和凝血的问题 所以后期可能 主要是以生命支持 这个抗凝 排弹 通气 这几个为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方面吧 对 咱们线上还有人问 莲花清瘟的治疗效果如何 莲花清瘟也是有效药物 而且在体外 好像也有抗病毒效果 而且这个药它整体来说 比较复杂 这个里面肯定是有很多 黄酮类的物质 我可以 我没有莲花清瘟的数据 但我实际上有那个 这是丁洪 丁洪那个药师 在武汉大学 那个药学院的丁洪老师 他的一个房子 他是用了这个 甘草酸二氨 加卢丁片 加VC 甘草酸二氨 本身是一个抗炎的一个东西 有一定的抗炎毒作用 但卢丁片和VC 这两个实际上都是强力的 强力的Nitosis 抑制剂 就卢丁片里面的主要成分 卢丁是直接被证实可以抑制 中性粒细胞的这个Nitosis 你看 这两个药用的很巧妙 你看他这个研究也没有发表出来 正在整理数据 他在新闻稿里发了一个 你看这个蓝线的部分 他是之前用了各种的 这种抗病毒的合计 包括莲花清闻 都没有把烧降下来 但是一开始 在红线的部分 用这个三个合计的时候 甘草酸二氨 卢丁片和VC 他马上这个病人 这九个病人的烧 就马上降下来 可能这个里面的 黄铜的含量 还有这种抗炎的这种含量 或者VC 这三个加在一起 它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这组数据 我觉得是比较 比较convincing的 但这种数据总结起来 也是比较有困难 所以可能这个拖了 拖了很久 还没有文章发出来 应该就可以 甘草酸二氨是做啥的 甘草酸二氨 原来是做那个肝炎 慢性肝炎 甘草酸二氨和卢丁片 都是治疗肝炎的药 很便宜的药 几块钱 几块钱的药 这个类似OTC的药物 因为肝炎中国在 太多了 可能到药店去 你说我药这个药 你就能买到 鲁丁片又叫维生素P 所以这个药的 实际上它的保健效果 是很好的 你在美国也能买到 这是当作一种保健品 来卖的 好